朝鲜的前世今生八 隋阳帝三征高沟黎导致大量中原士兵死亡 为了羞辱大隋 高沟黎把隋朝阵亡将士的尸骨堆起来 修建成金关 唐太祖李世民上台后派人毁掉金关 把中原将士的尸骨收敛埋葬 本来高沟黎可以通过这件事 进一步弥合与大唐的关系 消除双方仇恨 但是高沟黎熔流王显然脑袋进水了 他开始修建长城来抵抗大唐 642年高沟黎全臣原盖素温杀死熔流王 自封大漠黎之 立宝藏王为傀儡 第二年原盖素温联合百计进攻新罗 新罗百计高沟黎名义上都是唐朝的蜀国 招架不住的新罗立即到大唐告状 唐太宗派大使到高沟黎调节 却遭到原盖素温的拒绝 大唐自从灭掉东图绝后 高沟黎变成了唐帝国的最后一根刺茫 吞并高沟黎 为死在高沟黎战场的中原将士报仇 一直是李世民的心愿 这个机会他等太久了 645年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高沟黎 荣流王修建的长城 在唐军面前如同纸糊的玩具 张亮水军渡海攻下了碑沙城 徐世纪陆军攻破了辽东城 唐朝大军杀到了安氏城 安氏城原先隶属于中原王朝的辽东郡 南北朝时被高沟黎侵占 一旦安氏城被攻破 平壤城就危险了 于是高沟黎出动12万高沟黎和墨河兵马前来救援 墨河就是后来的女真 五世纪末一些墨河部落被长寿王吞并 成为了高沟黎的服庸 高沟黎援军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 唐军在城外设下陷阱 击溃了高沟黎援军 高沟黎名将杨万春不得不坚守安氏城 李世民用尽一切办法都没有攻下安氏城 几个月后天气变了 粮草快没了 李世民被迫班师还朝 李世民这次东征虽然攻占了不少城市 消灭了大量高沟黎军马 但是没有攻下安氏城而被迫撤军 于是后来的朝韩两国 不顾一切的夸大高沟黎的神用 和唐军的愚蠢 不断的歪歪一些荒诞的情节 比如在某部韩剧中 李世民不仅被射瞎了眼睛 还被追杀到帝都长安 远改苏文还顺便攻下了长安 李世民跪地求饶 割让长江一北十多个省的土地 难怪某些韩国人说孔子是他们的 因为山东都割让给高沟黎了 而乱任祖宗的韩国人 硬说自己是高沟黎的后人 忽然觉得李世民的眼睛也许真的瞎了 不是被射瞎的而是被千年后的韩剧 磊瞎的 646年也就是李世民东征高沟黎的第二年 元改苏文派使者到大唐请罪 并且向唐太宗献上两个高沟黎美女 高沟黎的祖先是浮育人 和后来的朝鲜族没有太多关系 但是高沟黎女子却是出了名的美 唐太宗连隋阳帝的老婆和自己同胞兄弟的老婆都抢 没道理不接受从不整容的高沟黎超级美女 不过唐太宗却断然拒绝了 可以看得出唐太宗踏平高沟黎的决心 果然同年年底唐太宗宣布与高沟黎断交 准备再次攻打高沟黎 唐朝大臣建议使用小规模部队袭击骚扰高沟黎 使高沟黎疲于应付 耽误农业生产 消耗国力 唐太宗欣然同意 647年 唐太宗令牛进达从海上攻打辽东半岛南部 徐世纪从陆路穿过辽河袭击高沟黎 这两支部队以骚扰破坏为主 到处损坏农田 焚烧城镇村庄 648年 唐太宗派薛万彻从海上攻击高沟黎 也是玩游击战 打完胜仗就撤军 高沟黎被整得焦头烂额 狼狈不堪 649年 唐太宗觉得时机成熟了 准备再次御驾亲征 却在筹备过程中病死 征讨高沟黎不得不暂时搁置 655年 高沟黎百计联军入侵新罗 新罗王金春秋再次派人到大唐哭诉 唐高总李治派陈明镇苏定方率军讨伐高沟黎 高沟黎惨败 660年 高沟黎鼓动百计欺负骚扰新罗 金春秋像个受气的小媳妇 再次请求身为家长的唐朝来撑腰 唐高总派苏定方领军13万 东渡讨伐百计 平壤毕竟是高沟黎国都 城池坚固 粮食充足 唐军围攻了八个月 粮草几乎没了 只能苦苦坚持 因为贸然撤军 可能会导致全军溃乱 被高沟黎趁机全歼 好在新罗千辛万苦送来了救命粮草 唐军安然撤退 与此同时 一直把朝鲜半岛当作自家肥肉的窩国 心乱了 662年 窩国扶植百计残余势力 对抗大唐 663年 窩军和唐军在百计的白江口展开喊战 虽然窩国兵力是唐军的三倍 战舰数量是大唐的五倍 却被善战的唐朝水兵一锅端了 白江口海战 不仅是一场宜少胜多的经典水战 而且彻底粉碎了 窩国入侵朝鲜半岛的野心 此后 窩国调整对外政策 并改名日本 向唐朝称臣 全方位学习中国 666年 高沟黎统帅袁盖苏文病死 三个儿子开始内斗 失败的长子袁南生 带领手下归顺大唐 唐高宗趁其发动第三次东征 668年9月 唐朝大军和新罗军在平壤城下会师 开始攻城 高沟黎宝藏王被迫投降 立国705年的高沟黎 就这样被征服了 就这样被你征服 高沟黎贵族 大部分富户和数十万匹民 被迁入中原各地 融入中国各民族中 另外一部分留在辽东 成为渤海国的臣民 剩下一小部分 融入突厥和新罗 唐朝灭掉高沟黎后 设置了九个都督府 受安东都督府统侠 新罗虽然虚弱 但很精明 建国以来就不断和百计 高沟黎转变同盟关系 从中取利 最终选择抱唐朝大腿 当唐朝灭掉高沟黎和百计之后 新罗很天真的认为 大唐会撤军 然后自己毫不费力的 吞并高沟黎和百计的地盘 唐朝当然不是冤大头了 消耗大量国力和军力收复的土地 不可能放弃 所以唐高宗不但没有撤军 而且加强了对占领地区的行政管理 打算把高沟黎和百计的柳地 纳入大平板 新罗急了 强烈要求唐朝撤销 在平让设立的安东都部府 被唐高宗断然拒绝 昔日的盟友渐渐产生了裂痕 然而新罗毕竟弱小 他开始等待机会 是战争还是妥协 我们下回分解